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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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一音раж 男ทbels İstanbul 畢郎 露宝 我未未受足同行 你心 言有主 花代敬仗 为什么你们不杀我 这是总舵主的意思 不管怎样 我们帮你的事 还轮不到外人插手 即便你出卖了天敌贵 我们也要等你回来 问个清楚再说 我现在终于明白 这金南 为 为什么能当做多久了 我 我服 二长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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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管事 这么晚将大家来 可有什么事啊 各位 最近啊我们天地会 遇上了点麻烦 想叫诸位暂时离开一段时间 以免受牵连啊 叶管事 您这是什么话 天地会的事 就是我们大家的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叶管事 是不是跟那个红色纸条有关系啊 那我就告诉大家 二当家的不在了 什么 不在 什么 是啊 总舵主也被冯道德抓了去 关进了地牢 怎么会这样 我们现在就是想安排弟兄们去救总舵主 如果顺利的话 还请各位回来 如果不顺利的话 我们天地会就会遭到围剿 所以 没有什么所以的了 派你们这些人去啊 这个任务指定是要失败的 前辈 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冯道德吧 以前是我的同门师弟 他的武功倒是一般 但是 要比起你们几个人来 那是绰绰有余啊 我见过他们练功 不是我自夸 我十岁的时候练得都比他们强 当然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呢 是 白眉 以他的武功 甭说以一敌诗 就是以一敌百 那也是易入反掌的诗 没错 二当江大临终前 曾提过这个白眉 可是不管他是神也好 是鬼也罢 我们就是拼了性命 也要把总舵主救出来 你们这些人哪 不知道你们脑子里 装的是什么 明明知道打不过那两个老头子 还是要白白去送死 你们这么做 既不是视死如归 也不是大义凛然 给你们一个字啊 蠢哪 时玉 这话操理不操啊 时玉说的没错 明知是死 还偏要去送死 这不是蠢是什么 除非你有把握 你死了以后能解决问题 你有把握吗 那你呢 我知道你是我徒弟 所以呢 要打就打有把握的仗 不能成匹夫之用 现在问题的关键 不是让你们去救人 而是让你们去想清楚 怎么去救才能救得出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哪 你们说是不是啊 老前辈说的有道理 可是现在怎么办哪 这个白梅要扣押总舵主 送往京城 我们必须动作要快 这个白梅 现在还是这么迷信哪 什么都要挑日子啊 也好 我回去看看皇历 确定了日期 咱们再选定合适的人选 怎么样 还选什么选啊 我方世玉 早就想会会白梅 那个老妖怪了 我现在就去 去 我陪你一块去 好 三人行必有我胡会钱 你们可不能披下我啊 嗯 习官 你不是说过 不丢下我一个人的吗 你又骗我 永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 你这个大木头 脑筋就不会转弯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和你一块去 这么热闹 怎么可以少了我啊 醉虹啊 这都什么时光 还跟着这么热闹 走 哎呀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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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 现在关键的问题啊 是天都快亮了 我们啊得抓紧时间休息 不然明天怎么去对付白梅 和冯道德啊 你们说啊 是不是啊 啊 好 好 就依老前辈的意思 大家 先请回去休息吧 好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 敢问一句 那纸条可有什么意思吗 哦 那个事儿 那屋里坡是个地名 这个不用解释了吧 嗯 凡是邦里兄弟写的纸条 都是有编码的 比如说我就是零三八 哦 原来你是三八呀 对了 那方大同 上次捡到的牌子 真的是你的咯 嗯 那这么说二号 就是你们二当家的牌子咯 也不是 那只是个巧合 像二当家这么高层的人物 他就不用变号 在他的姓氏上面简化一下 就可以了 比如说二当家的姓袁 袁的一半不就是二吗 嗯 继续啊 哦 还有 那两头蛇一个蛋 蛇又不能吃蛋 幸是两条蛇抢着翅 那有多危险啊 是不是 哎 那老鼠爱吃蛋呢 怎么不画老鼠呢 哎呀 画老鼠那多麻烦啊 真是的 猪头外公 怎么还不睡觉啊 哎 这人哪一上了年纪啊 就腰酸背疼腿抽筋是吧 不是不是 是很不容易入睡啊 嗯 我刚才翻来覆序睡不着 所以啊 就出来透透气了 我猜啊你一定有什么心事 一位啊 你难得有这么正经啊 说吧有什么事啊 一位 我得想一个问题 嗯 什么问题啊 我和白梅曾经是同门师兄弟 是啊 这么说你可了解他啊 但是你有没有反过来想 他也很了解我们呢 你 习官 还有慧权的武功 都是我和至善三德教的 也就是说呢 只要你们一出手 白梅就知道你们出的是什么招式 出的什么拳法 这个家伙悟性极高 他也知道我们的功夫有多少 知道我们的破绽和空门在哪里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是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不过话又说回来 你也一定知道 他的空门和破绽在哪儿吧 要是换了几十年前哪 我可以拍着胸脯跟你说我知道 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练的是一门阴阳混员弓的邪门武功 这种武功练到一定程度 可以封闭浑身的要害穴位 这么多年不见了 也不知道他练到什么程度了 没这么夸张吧 那不就天下无敌了吗 差不多吧 按理说他早就练就了铜皮铁骨 这么一来就是如虎添翼啊 诸头外公那还打个屁啊 我们还是鼓动大家 回去收拾行李赶紧逃命吧 不会吧 你不会来真的吧 当然是逗逗你这个猪头前辈啦 不过啊 要怎么样才能打赢这个老家伙呢 可以不用本门武功嘛 师太 师妹啊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上了年纪的人哪 很容易 腰酸背痛腿抽筋对吧 不是不是 是 是啊 是啊 我刚才不知怎么搞的 怎么也无法入地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所以 就出来透透气了 对了 我是想说 为什么不用永春拳或者红拳来试试呢 有道理 有道理 这永春拳呢 它柔中带刚 变化无端 难以捉摸 而红拳呢 则治刚治猛 短促有力 如果用这两种武功 夹击白梅的话 它就看不出招数和套路 这样一来的话 哎 或许还有取胜的把握呢 对呀 对呀 真是有道理 这红拳和永春拳的可塑性是很大的 由于本门的武功诧异甚大 白梅那个老妖精是绝对想不到的 嗯 真是有道理 好 太猴了 好个屁啊 那不就没有我发挥的空间了吗 当然有啊 你可以学学红拳或者永春拳呢 以你的聪明才智肯定一学就会 哎 说不定啊 在这个基础上 你还能创造出一套属于你自己的方拳 哎呀 什么方拳源拳的 这名字也太土了吧 你呀 太老土了 哎 我呀 要根据永春拳 红拳 少林拳 以百家拳的诸多特点 创造一个无门无派 无天无地 无神无祖 无影无踪 无貌而不胜的无影拳来 哈哈 哎 这名字够厉害吧 组织 要是能够打败白梅这个老东西啊 让我自攻 也不可以 不管怎么样 一多不压身嘛 对不对 我这就去学永春拳和红拳 一定要打败白梅这个老东西 怎么样 两位前辈 对 如此可骄也 如此可骄也 师兄 你看谁来了 师父 靖忠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师父 弟子被皇上看中 升弟子为大将军了 不日就要上任 弟子特意来向师父 师叔报喜来了 哈哈哈哈 好 靖忠啊 你果然没让师父失望 嗯 不错 你一旦做了大将军 以后这调兵用兵 怎么可就方便得多了 啊 弟子从不敢忘师父栽培 师父但有吩咐 弟子一定照办 好 我眼前就有件事情要你去做 师父 弟子刚才听师叔说 师父已经抓住了天地会匪首陈进南 不知师父是要让弟子调兵押送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高尽忠啊 高尽忠 至善损失你这个徒弟 他是后悔莫及啊 至善那个老朽 怎能和师父相比 好 尽忠啊 你现在就举接刃 然后派兵来接应我 等到这件事一办完 我们就举兵围剿西禅寺 为师定会帮你向至善 好好讨个公道 多谢师父 师兄 你选好日子没有 咱们几时启程啊 这个月二十八日是大吉 我们就定在二十八日 金钟啊 你可要抓紧哪 是 现在离二十八日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如果原霸回到了天地会 我想这群反贼肯定在计划这 怎么来救陈静南呢 什么 本月二十八 我仔仔细细反反复复对比了好几本黄历 最后肯定确切的日期就是本月二十八日 是最吉利的 我想 白梅肯定是选择这一天出发的 好 既然白梅想要二十八日上路 我方世玉就送他一程 现在算一算 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要不然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不行 以你们现在的功力 要是跟白梅和冯道德打 那不是白白地送死的 我看 还是趁这几天 多多提升你们的功力吧 或许我们还有取胜的把握 没错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反正白梅呢 已经决定把陈总舵主 活着送到皇上带里去 所以呢 你们几个 可以暂时不用替他担心了 正如五眉师太所说 抓紧最后的时间 你们要好好提升一下 自己的武功了 我说西官啊 你的红拳只是个雏形 用起来还不够自如啊 而且功绩的威力 也不够静猛了 如果加上我们的实行拳的话 我想会对你们有很大的帮助的 多谢前辈指点 永春 你的永春拳也是一样 雏形虽聚 但是血肉不足 要做到随心所欲才行啊 我看苗师兄他说的实行拳 对你也有好处 你就和西官一起好好练吧 是 那我们呢 我们呢 我就知道你们两个臭小子性子极啊 放心吧 你们谁也跑不了大 施玉啊 我昨天又仔细地想了想 以你的铜皮铁骨 是不太适合练习永春拳和红拳的 你有你的特点 你所要的就是融会贯通 无招无事 无招无事 说白了吧 就是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招与招之间的连接 你可以不用考虑 无拘无束 随心所欲 总之就是两个字随便 就跟你现在的脾气一样 没有定性 没有规矩 没有规律 外公 你这是损我骂我 还是夸我呀 夸也好 骂也好 总之你记住我的话 不要套招 随意组合 出奇之争 让那个白眉摸不清你的招数 那就对了 明白了知道知道了明白 小子 你手脚上的功夫实在是 不过啊 你对兵器的感觉 很有你的独到之处啊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 变连比变天还快呀 海景前辈指点 小子 别气馁啊 我们手脚不行 可以用兵器嘛 以你现在的身体条件 和我过去教你的花拳来看 你可以和长棍很好的 结合在一起 一棍在手 再将花拳的招式 融入到长棍当中来 这样 说不定打着打着 就能打出一套 奇特的花棍棍法来 如此一来 就能好好地克制一下 冯道德的须不斩了 多谢前辈指点 老前辈 需不需要我派一些人跟去啊 派你的人去啊 恐怕到时候救的 那就不只是 陈总多主一个人了 那好吧 就听老前辈的安排 还有什么其他要求 您尽管说 好 想起来 我一定不会跟你客气的 师父 是不是我太笨 悟心太差 不是 刚才我看你那套实心拳的时候 总觉得不太对劲 但又似乎觉得 这种打法很新鲜 与平日里的感觉完全不同 我知道了 是拳法的融合 习官他现在啊 脑子里一团降虎 他打着打着 就把自己的拳 和实心拳 联合在了一起 所以呢 对啊 就是这样 习官不知不觉地 就把他自己的东西 融合了进去 这老虎扑石动作快 扑上去就咬 而且老虎的牙 也的确够尖的 所谓的虎拳 讲究的就是正则猛 反则刃至刚至勇 和红拳正好的事相得一张啊 习官他也就自然而然地 分不清楚了 除此以外 在招式转换的时候 习官又不自觉地 把鹤拳融了进去 因为红拳也好 虎拳也好 和习官一样 都是实打实的 直来直去 没有迂回的空间 也不让敌人钻空子 但鹤拳就大不一样了 这鹤拳是一流的功夫 迂回的空间大 是不是啊 这样一来 有了鹤拳的过度 可以弥补红拳 和虎拳拳式上面的不足 也就能做到 弓手兼备了 习官 真没想到 你在无意间 想出了这个虎鹤双拳的拳法来 我对你呀 还真是刮目相看了呢 对了师傅 我刚刚也在想 鹤拳与蛇拳 两者都是以鹰肉为主的功夫 那鹤拳与蛇拳 又是相互敌对 我每次想 鹤与蛇争斗的场面 那鹤的姿势 就像二字前羊马 但是蛇的反攻 就像短桥寸进 如果可以在他们敌对中 取得统一的话 再结合你的永春拳 那对永春拳 是有所改良的 对呀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你说得不错 这两种拳法 和永春拳 的确是属于同一类的招式 如果真的可以在敌对中 取得统一的话 再结合你的永春拳 那可真的是相得一张啊 好 那你们就抓紧时间练习 争喜早日做到 随心所欲的地步 再加上试欲的话 那个白眉老妖啊 她做梦也想不到 能输在这几个小辈的手里 叶管事 我们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明天早晨 我们就动身了 不过呢 我想跟你要一个人 就是我的徒弟郝国安 我 我昨天想到一个调虎离山之计 到时候 我们负责对付白眉和冯道德 剩下的那几个小兵 就由你来对付 一救出总舵主 你就马上回来 剩下的事情呢 就由我们来办吧 是 好 就依老前辈的安排 我再派两个弟兄跟着你们 也好有个照应 好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噢 施玉西关会前 你们三个人要多加小心 见机行事 不要太鲁莽 知道了吗 知道了明白 明白了知道 老爷 您放心 有我和我爹 还有五枚师叔在 我保证施玉他们 一定能完完整整 平平安安地回来 嗯 永春哪 你可得答应我 一定要平安回来 不过呢 你有西关在 我也就放心了 爹 我知道了 你也要好好保重自己的身体 嗯 哎 西关啊 你可一定要对永春好啊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 岳父您放心吧 要西关保护永春 永春一定会没事的 嗯 要是永春回来跟我说 说你不好 那我可要把女儿收回来的 好 医管事 西关还有仪式相求 请说 只要我能办到的 一定办 好 永春 真是委屈你了 这个婚礼办得如此的简陋 我真的什么都给不了你 傻瓜 有你就好了 我不在乎婚礼是什么样 我只在乎 在以后的日子里 你会不会 还像现在这样疼我 爱我 我黄西关对天发誓 从今往后 无论是生老病死 我都不理不弃 永远会让你一个人 去承受任何的苦难 我一定会 爱护你 呵护你 保护你 一生一世 我现在想起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总是你打我我打你 说起来 也真的好笑 老天真的是喜欢捉弄人 刚开始 我因为一把雨伞 而讨厌你 后来又因为一把雨伞 喜欢上你 但是现在无论如何 不管怎样的你 我都喜欢了 是啊 刚开始的时候 你打我我打你 打着打着 我们就去打别人了 再后来 再后来到今天 再打就要床头打了 你什么时候学得 跟方神玉一样啊 说一些不正经的话 永川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床头打 床尾和 我们现在是夫妻了 所以不希望 再闹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就喜欢你这个样子 你这个样子才可爱 我以为你又生气了 怎么会呢 我懂你 我以后啊 再也不会那么任性了 因为我爱你 我就会试着去了解你 去适应你 慢慢的 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知道吗 吃鱼 还没睡啊 娘 是不是看到人家 触境生情了 想不到啊 平时木头一样的红西关 也有浪漫的时候 是啊 可是我现在却不知道 无双人在哪里 他过得好不好 吃得好不好 住得好不好 安不安全 想他就去找他呀 明天一办完事 你就动身去找他 一定能找到 不 我答应过方丈 要先回西山寺 这样啊 这样也好 回去继续练功 早日闯出十八同人阵 找无双的事吗 包在老娘身上 不 如果这种事情 还要你来大牢的话 那也太没有诚意了 无双姑娘 我自己去找 我只是一时间 有些纠结而已 放心吧 不要催花小姐 我的心情已经好了 刚才对着浩月当空 我沉思了一会儿 我心中的小纠结 已经烟消云散了 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回屋睡觉 养足精神 明天赶路 来 回屋 走 师父 师叔 外面来个闹事的 他说 他说 天 干了 你 臣子 But 臣子 不 是 我们 然后 我们 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是我的刀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哈哈 原来是你们两个 这几十年不见 没想到你们两个也学会了 吊虎离山的卑鄙手段 说到卑鄙 你可是开山鼻祖啊 偷学邪门武功被师父发现 师父心怀恻隐 不但没有杀你 宣志 连你的武功都没有废掉啊 你竟然恩将仇报 勾结朝廷的人 陷害师父 甚至连师父俗家的家人 都不放过 白妹老妖 你到底还算不算人哪 自古以来成王百寇 识时务者为俊杰 要怪就怪那个老东西 跟你们一样的不开眼 看看你们 碰头垢面衣衫蓝履啊 你们看看我 你们哪像我呀 看你个屁啊 你看看你这个老东西 脚底生疮 头顶流浓 脸上长鸡眼 身上还挂白毛 你呀 吃得饱睡得着吗 你也不怕一批批的冤魂 找你来索命吗 你是什么东西 难敢这么无理的说话 我告诉你 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这里将是你的坟地 我就是来取你老命的地狱使者 方世瑜 是 少跟他废话 今天我就替师祖师父他们 清理门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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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赢了 我答应了冯道德 你们算什么东西 就算是至善 我都没把它放在眼里 至善 怎么交出来的都是 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东西 不知死活的不是我们 是你这个老妖怪啊 那欺师灭祖 背叛师门 就是死一万次也死不足惜 混掌东西 我现在就在这里 有本事你过来拿我的命 沈先生 和这种人还讲什么规矩 一起上 好 救 我 Amb I I 快 啊 啊 啊 走 走 走 你们两个刚才不是口气很大吗 怎么样 你们是一个一个来还是一起来 我们两个一起送你下地狱 走 走 你们两个小朋友打够了没 你们是一个一个死还是一起死 废话 废话 别去 永春啊你不用去了 你去了西关会分心的 是与他们肯定行的 对不对 对 对不对 你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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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你们两个刚才不是很嚣张吗 来呀 来呀 你们 你们要是不来 那我可要来了 西关 打他命门 好 你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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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中命门了 太好了 这老妖怪这么难打 都被我们两个打挂了 看来我们两个真是天才 走 喝杯酒 好好庆祝庆祝 老娘 我们来了 走 习官 你没事吧 没事 是 臭小子 我准知道你行的 你是怎么想起 这几个无赖的招式的 我再怎么无赖 不也是跟外公你学的吗 你这臭小子 其实啊 这也是拜那个老妖怪所赐 我在刚刚起身的时候呢 突然给他手掌和小臂 一阵酸嘛 你猜怎么着啊 原来是一颗小狮子 割到了我手掌上的暗穴 外公你曾经跟我说过啊 人体除了很多明穴之外呢 还有很多暗穴 我一想 这老妖怪一定在打的时候啊 封闭了全身的明穴 而忽略到了暗穴 但那么短的时间内 我怎么能够找到它的暗穴呢 于是我就来了一个遍地撒网 重点培养 让我一击即中 亲外孙就是亲外孙哪 果然有我的遗传 真好 好 好了好了好了 总算解决了 我们赶快 回去看看总舵主吧 是啊 走吧走 走吧走 走 走 你怎么这么客气啊 他会不会后悔收留我爹娘了啊 怎么会呢 没有没有 不好意思啊 这个臭小子没一句正经的 这段时间多谢你们照顾我们 我们的伤好得差不多了 也该走了 好 施玉啊 不管到哪儿 都要学会懂规矩 不要任性 凡事要多忍让 多担待别人 有什么事 多跟西关汇钱他们 商量商量 知道吗 阿弥陀佛 明白了知道 知道了明白 施主 你也多保重 得爷 你可答应过我 再也不提修妻两个字 那你要说到做到哦 放心吧 这要得爷答应啊 得爷一定会办到 这段时间 我会多陪陪你爹的 那我会少喝酒 少风 少玩 如果心情好的话 可能会生个妹妹出来给你玩哦 怎么样 我听说高龄产妇很危险的 有什么办法呢 你不生 那只好我生了 阿花你放心 我这一次呢 回到素人别院 一定苦练武功 尽早闯出十八同仁镇 然后找吴双回来 给你们生一大堆 有男有女 高不高兴啊 你要说到做到啊 当然啦 我是方氏玉嘛 爹 您自己要多保重身体 有时间的话 和方老爷他们 多走动走动 我一定会经常来看您的 好 等西官他闯出了十八同仁镇以后 我们就来找您 好好 岳父大人 您放心 永春和我在一起 一定不会有事的 西官啊 你可别忘了 你答应我的事 是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要在永春身边保护他 一定 小姐 您要好好保重啊 我不在的时候 您要替我多照顾我爹 其实 我早就把你当我的妹妹看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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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天色也不早了 大家请回吧 大同 大同 少爷 这段时间我不在爹娘身边 您要替我好好地照顾 有什么事情 第一时间地通知我 听见没有 知道了 少爷 好了 好了 各位 走了啊 走了 好 再见了 多保重 再见了 再见了 小姐 小姐 走了啊 少年 少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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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爱无怨也无悔 走死方无拘疲累 心无间不许谁陪 莫然回首时间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永相随 走死方无拘疲累 心无间不许谁陪 莫然回首时间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永相随 风破日 云渐月 浪人回想 自古浩尖 初年少 心无二 心无二 你 卑氏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